所以先把他蓋起來 嗯 蓋起來 好 那蓋起來然後怎麼辦呢 就是可以做一個操量 來到我們這個詭計的牌組喔 其實這一套在好幾個月前 大概四五個月前喔 就有一個粉絲他那時候一直期望我實況詭計喔 甚至在我的幾部影片下面留言詭計 甚至在我開台的時候 然後來聊天室內留言說要看詭計啊 可是那時候 就詭計你們懂得都懂喔 就他牌也沒有出奇嘛 然後又很弱 說要打點嘛 他打點也不高 他也不適合來做一個打點的攻擊 那說要自閉嘛 就還蠻吃後台 說要自閉也吃後台 而且 所以這一套唯一的看點應該就只是骷髏了 在我看來就只剩骷髏了 因為骷髏可以每回合除外對手的卡牌嘛 牌組的卡牌相較於就是爆牌 就是爆牌的喔 等於說玩詭計嘛 就是在玩爆牌 可是爆牌又挺吃這個展開 他挺吃我方場上鬼技怪獸的數量喔 因為他這個爆牌是數量越多 他可以爆越多張喔 如果只有兩隻的話 兩隻的話就是爆兩張 那如果有三隻的話 當然就不錯了 就可以爆三張 但 他又非常非常的吃這些後台來做保護 恩 就說真的要爆 玩爆牌 我還不如去玩暖酬家 惡魔偵察者之類的 可能還比較穩定一點 總之就是 沒什麼想玩啊 就一直沒什麼在玩 然後剛好 這個鬼技妖魔這個超亮怪獸 就是這一次1月31號的 這個今年1月31號出了新卡 鬼技終於有一個新卡出來了 那既然出新卡了嘛 然後再加上最近也真的不知道要玩什麼 因為最近該拍的都拍了 那好吧 那我就來 突然想到 诶 鬼技 所以說就拍給各位啦 那這一套主要玩法呢 鬼技呢 你們要知道他們有一個共通效果 就是 表測表示一定要有 鬼技的怪獸 要有表測表示的 他們才能通常召喚 要不然呢 你就只能蓋起來 你只能覆蓋 你只能理測 所以說鬼技的展開也說真的是有點滿慢的 所以說你先攻嘛 你絕對肯定是一定要蓋起來 你就蓋著 然後就 嗯 等下一回合 下一回合的話就可以翻轉召喚 那翻轉召喚的話呢 就是場上有表示表示的軌跡 那你這一些其他的軌跡怪獸 你就可以直接跟著通招 嗯 好 那我們先來讀一下他們的效果 喔 首先是這個雪女喔 這個就說真的是還好喔 他沒有什麼主 他沒有什麼主動的效果 但是還滿被動的 就是他被破壞了 喔 這個被戰鬥破壞的話可以發動 破壞磁卡的怪獸 會變成以廁所的表示 且不可變更 表示形式 就有點類似無底線坑喔 這個就比較被動 那魔女的話呢 就還滿主動的喔 他的效果是一回一次可以選擇 對手場上有一個表示表示的怪獸發動 把他蓋起來啊 就把他變成女側 那這裡的話也可以拿無底線坑 讓他 齁 讓他變成永遠的蓋起來 啊 又或者是 大家這個軌跡要魔 就直接給他效破掉 啊 這個 在開頭金黃應該就有看到魔女的效果了 啊 那接下來是這個殭屍 啊 殭屍的話是 反轉的時候可以從牌組 將那個持有等級 為我方場上 冠有軌跡之名的怪獸數量 啊 或以下的 怪有軌跡之名的怪獸加度手敗 換句話說 假設 場上 有 有兩隻軌跡好不好 比如說 這個殭屍是蓋起來的 啊然後 你 右邊 啊反正就是有一隻表測表示的 軌跡 有一隻 然後 這個是蓋起來的 等於說場上有兩隻怪獸 兩隻軌跡 然後你這殭屍是蓋起來的 啊右邊是表測 是反轉的 應該說就是表測表示的 啊這時候呢 你殭屍 反轉召喚的話 這樣子就可以 檢索 等級2以下的 軌跡 因為有兩隻 兩隻的話就是等級2 那等級2的話 我們可以 檢索 雪女或者是魔女 欸對 啊如果有三隻呢 就是場上有兩隻 表測表示的軌跡 然後 你這時候殭屍呢 在反轉召喚 這樣就變成 場上共有三隻嘛 那三隻的話 你就可以 可以檢索這所有的鬼祭怪獸 喔 你現在看到的這些 這些都是等級3以下 那你就可以任意檢索 換句話說這個 殭屍是檢索的擔當嗎 那這個木乃伊呢 恩 我們看他中間的效果 前面是共通的 中間的話是 只要此卡 表示表示於場上的話 僅一次我方除了通常召喚以外 可以再召喚一隻 怪我鬼祭之名的怪獸 然後 只要此卡 表示表示於場 在場上 我方不可特速召喚出 暗屬性以外的怪獸 換句話說 木乃伊就是多一次通招 多一次鬼祭怪獸的通招 你只要 叫他在場上 你可以再多叫一次鬼祭 再多通招一隻 那他的副作用呢 就是你 就是你超量的話 你只能超量他本家卡 因為這些其他的 就只能叫暗屬性 就是綁定暗屬性 因為我這些其他卡 都是放 放廢暗屬性的 所以說 只要木乃伊在場上的話 我只能超量這個 暗屬性的怪獸就對了 只能特殊召喚暗屬性怪獸 可以這樣理解 那他這個效果呢 這個多一次通招 也算是展開的一個 應該說 一個鑽牌的展開關鍵 比如說 我們場上有一個 表測表示的殭屍 我們假設 假設我們一開始先攻 把殭屍蓋起來 然後對手回合打過來 他的攻擊力 可能沒有到1800 沒有超過1800 那這時候我們殭屍是 表測表示的手背 手背表測表示在場上 對不對 那到我方回合 我方場上 我方手上有木乃伊 還有另一隻隨便 任何一張鬼祭 隨便任何一張 好不好 假設 那這時候 由於場上有表示表示的殭屍 對不對 那我這裡就直接通常召喚木乃伊 通常召喚木乃伊 這時候呢 因為木乃伊的效果 我可以再 從手牌通招其他的 就是 從手牌通招一隻鬼祭怪獸 那這樣子 我再通招一隻鬼祭怪獸的話呢 場上就有三隻怪獸 就有三隻的鬼祭怪獸 對不對 那這時候呢 我再發動殭屍 他 這個殭屍 他的 這個共通效果 就是 自己變成李側 表示 你看 一回合 僅一次可變為李側 首位表示 然後呢 我們在 翻轉召喚殭屍 這翻轉召喚 就是 規則上 就是翻轉召喚 翻轉召喚呢 就可以觸發殭屍的效果 就是因為場上有三隻嘛 就可以觸發殭屍 可以減少三星以下的效果 如果要不是木乃伊的話呢 我們就只能減少二星以下 但因為是木乃伊呢 我們就可以減少三星以下 因為 我們 因為木乃伊的效果 我們多了一次的通招 多一次通招 當然場上要多一次 當然手上要有其他的 其他的軌跡喔 不然你少了這個通招的話 那 木乃伊的效果就 沒什麼效果 他就只是多一個通招 那 那我們 就也可以把殭屍換作成是 這個骷髏 也可以喔 比如說 骷髏 表示表示在場上 那我們叫木乃伊 然後 如果只有兩隻怪獸的話 那 這骷髏 他反轉召喚 只能除外兩張牌 但 由於這個木乃伊的效果 我們多一次通招 再從手牌通招另一個 鬼祭怪獸 然後就有三隻人 對 場上就有三隻 但這時候骷髏就可以 除外三張卡 差不多就是這樣的概念 這個 你們要放幾張 就看你們 接下來是食屍鬼喔 那食屍鬼的話 我後來是覺得 沒什麼用到 所以就 感覺是不用放了 但放的話 是有奇效 肯定是有奇效 所以要不要放 就看你們齁 他主要是怎樣的 第二個效果是 可以我方主要階段 以我方場上一個鬼祭怪獸為對象 一次 發動 只是下一個對手回合結束時 該怪獸攻擊力會變為場上鬼祭怪獸原本攻擊力的合計數值 然後只回合不可攻擊除了對象怪獸以外的怪獸 呃 他自己翻譯覺得有點問題 反正他的意思就是 選擇怪獸以外的怪獸不可以攻擊啦 嗯 就是嘛 反正 我白話講就是 食屍鬼他的效果就是 可以讓我方場上一張鬼祭的怪獸 他的攻擊力會變成 我方場上所有鬼祭怪獸的合計數值 呃 對就變成合計數值 嗯 比如說我方場上有一個食屍鬼 然後有兩隻木乃伊好不好 假上我場上有三隻鬼祭 然後有兩隻木乃伊跟一個食屍鬼 食屍鬼 那如果發動效果呢 我們可以讓一隻鬼祭的怪獸攻擊力變成多少 可以一千五加一千五加一千一百 等於說四千一 等於說攻擊可以 哇 突然變成四千一 不過 那只有那隻怪獸可以攻擊 那其他怪獸不可以攻擊 就是這樣 他就是一個打點攻擊力的擔當啦 對就是差不多是這樣 不過鬼祭有一點偏向致弊喔 所以說 嗯 只能說有奇效啦 所以說真的 如果你真的有展開喔 你鬼祭殭屍 其實也是可以檢索他的喔 鬼祭殭屍就算場上有三張嘛 然後你再 拿 先檢索他 然後再超量 超量就有一個位置嘛 那你再可以下一個食屍鬼 然後發動他的效果 其實是有奇效啦 我只能講有奇效啦 要不要放就看你們啦 對 要放我不放就看你們 其實是有奇效的 要放的話要放一到三張都看你們喔 那接下來重點 這個核心卡 就是骷髏喔 為什麼是說核心呢 因為他是 其實也不一定是核心 應該說他的效果還比較有一點用 就是搭配自閉來講 自閉的時候他可以說是削弱 是應該一張王牌 怎麼講呢 來我們讀他的效果喔 此卡翻轉時 從對手牌組上方以理測 表示除外卡牌 其數量 最多相當於我方場上 況有詭計之名的怪獸數量 換句話說 如果 詭計怪獸只有他自己一張的話 那 翻轉之後就只能除外一張 就只能除外一張 但如果有兩隻呢 就能除外兩張 三隻呢 就能除外三張 欸這可不能小看耶 我們每回合 假設我沒有三隻 我們除外 除外他三張 然後再發動他們的效果 再變成理測 理測 三隻變理測 然後我們又可以搭這些 很噁心的獻品卡喔 洋凍作戰 一發動 雙方不可攻擊 理測怪獸 所以說 對方也不能用戰鬥的方式 來搞掉我們的理測怪獸 搞不掉呢 他結束回合 然後到我方回合 再來除外他三張牌 對不對 再除外三張牌 然後再靠這些噁心後台來 來續航 欸差不多就是這樣 就是一種 爆牌流 一種 可是這個是需要展開啦 需要展開 如果展開得好的話 那他這個爆牌流 真的是還蠻噁心的 好 那 這個講 差不多是講完了吧 那 鬼雞怪獸呢 還有這三張喔 就這三張 可是我是沒放 首先這個狼人 雖然是可以給對手效果傷害 可是 呃 太少了吧 可以蓋於場上的卡牌50 感覺太少了啦 這個 這個 50有跟沒有一樣 那 這個我就沒放了 當然你們要放的話 也是你們的事喔 那科學怪人的話呢 嗯 這張卡的話是給予對手戰鬥生命 欸 給予對手生命 再造成戰鬥傷害的時候 可以重拍出 即是所謂一個 鬼雞之名的魔法陷阱喔 那鬼雞之名的魔法陷阱喔 那 目前 我是有放這個報稅 或是這個 驚嚇喔 這個就是有鬼雞之名的喔 啊 還有他還有一張 卡牌一張還有這個線型喔 可是線型 現在 場地也沒有這個 場地也沒有情況上 環境上 沒有什麼 沒有放這一張 這如果有出場地的話 這一張還可以 可是現在 現在這一張 他頂多就是來防笑破嘛 可是 可是我們連戰破都沒有 戰破的問題都沒解決 對不對 如果有場地的話 就至少還有戰破的問題 可以解決 可是現在沒有 所以說這個 鬼雞陷阱是沒有放的喔 等等 未來場地有出再說 那 這個是給對手 造成生命傷害嗎 那 這個其實 在於自閉來講 這個 嗯 嘖 也不是說不能發啦 也不是說不能放啦 畢竟我們這一套 其實也是有在戰鬥喔 尤其是這個草量怪獸 我們也會把對手 消破掉 所以說這一張卡其實 也是可以放啦 OK的啊 你們要自己放幾張 就會看你們了 齁 我這一套也只是 給對位一個 思路的參考 齁 這是給你們一個參考 那 雪人呢 雪人 他就 嗯 單純就是一個 守備力最高的兩千齁齁 就是單純一個守備 那他反轉的時候可以 場上一隻鬼器 怪獸為對象 該怪獸 此回合不會被戰 不會應戰鬥和效果破壞 我是覺得有點 嗯 還好 這個 看你們自己要不要放喔 我是沒放啦 呵呵 那 鬼技妖魔 我姑且講一下 畢竟是他本家卡 他 對手不可選擇 除此卡以外 怪有鬼技之名的怪獸 以及里側表示 怪獸作為攻擊對象 換句話說就是 他在場上嘛 對手不可以攻擊 除他以外的怪獸就對了 嗯 對 就不能怪 攻擊怪有鬼技之名以外的怪獸 嗯 對 就是保護 然後 也不能攻擊里側 就是保護 然後他最牛逼最牛逼的效果 是他這個喔 可依除一個超量素材並發動 選擇被蓋於對手場上一張卡牌破壞 這個就很強了 可以破壞他的里側的怪獸 如果是他覆蓋的卡 喔 這個就還蠻強的 然後 他被授木的時候還有效果 他被授木的時候可發動 從我方目的選擇一張儲值卡以外 怪有鬼技之名的卡牌 加入手牌 就是他被搞掉了 還可以回收 一個目的的一張鬼技 就對了喔 那 這個接下來好像沒什麼好講喔 這些後台你們去讀一讀就知道了 這個的話就是我方場上的軌跡 因戰鬥或是效果 被破壞獸墓的時候 可以復活兩隻啊 我方目的兩隻與 被破壞怪獸不同卡牌名的軌跡喔 就是不同卡牌名的 然後以里側手臂表示 交換 那軌跡進行的話 就是可以選擇我方任意里側手臂表示 怪獸並發動 將被選擇的怪獸變為 表示手臂並挑選 對手場上表示表示的怪獸 變成里側 就等於說是翻轉 把自己場上的軌跡 把自己場上的里側 怪獸變成手臂 然後進一步將對手 場上的表示表示怪獸 變成里側 也算是一個斷招 而且還可以翻 翻轉的時候又有效果 對不對 好那差不多是講完了吧 如果我有漏獎 或是有什麼其他的替華卡方案 我應該會補充在下方的簡介喔 可以有空去看一下 接下來就是實戰精華 直接結束欸 直接結束欸 直接結束我反而比較怕欸 搞不好一瞬間就展開 把所有的手牌都拿來回殺我 好… 特殊… 小… 好… 看著 好… 好… 入魔啊 有趣 來 來 超亮 味蛇是不是 那個叫什麼 反正他有那個三個效果 是出那隻嗎 還是你要疊兩隻 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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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的話 沙特沙特 どれにしよう 嗯 どれしようかな ユキヨウナ 來 這裡我們就超量 欸 等一下 我還可以在叫 這裡我們就來超量那個本家 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 我先確定一下他那個 好 超量本家 好 超量本家 欸 翔尾蛇下去 嘿嘿嘿嘿 死 拉拉西 是 喔 真的有機會贏耶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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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ö 嘿嘿嘿嘿 Yuma,別擔心 Bottle! 欸? 看來是手上有東西喔 還是...我剛剛沒有注意看殺肉的反應 沒事,我沒有注意看 我的敵在前面 全都會葬起來 Duel,魔王! Photon Change! Duel! 好,開始了 我的挑戰 來,PhotonAdvancer Card,Card,Card Card,Card Card,Card Card Card Hmmm 嗯,有趣喔,來 除外,嘿嘿,除外 然後再蓋起來 這一場勝算不低喔 新手玩芳香喔,選一新手去玩月光或是聖騎士,那個是最快,最速成的 來了啊 來啊 啊,銀河旋風是不是 欸? 等一下啊,他沒放銀河旋風喔 我覺得他做錯了耶,還是說你手上有銀河旋風 他應該想 這,這,這 啊,還是說他重手擺 我想不可能啊 你一定是先操量,你怎麼不可能吧 這場上兩隻,然後 對不對不可能吧 對啊,怎麼想你是先出這一隻嘛 然後你出這一隻你就沒了 啊 對啊,請開心來表演 嘿嘿嘿 你可以拿銀河旋風吧 還是說他根本就只是在賭 哎唷,他直接投了,不然我等等還可以 我等等可以這樣 我等等可以出外他三張卡 我等等可以出外他的三張卡牌 出外他牌組三張,然後又檢索一張 我可以檢索又可以出外 啊,可惜,偷了 齁,這起手,這 啊,這起手 啊,我覺得沒了耶 我覺得我沒了 咦? 咦? 他在幹嘛 咦? 嘿 嘿 這樣子的話 可惡,差1000 鬼操為什麼攻擊力會這麼尷尬啊,兄弟 為什麼可以這麼尷尬啊 我覺得他有手坑啦 手上一定有什麼不可告人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還是打一下看一下有沒有好奇一下 有面罩 有面罩 欸?所以說他是月光喔 看來不是電子龍是月光嗎 可惡有點不妙欸 如果他用出那個 那個 那個5G的combo就完了 這表測表是有點尷尬 看這個屏幕 這個就是我的決定 魔法卡 融合 不妙兄弟 啊真的有點不妙欸 不要跟我搶你 紅狐不要下去喔 紅狐下去我就完了 喔 霸王花 霸王花還可以喔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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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來秀combo啦各位 嗯 首先這個是反轉的話 啊 這裡反轉的話我是可以檢索 但前提是場上要有一隻 如果反轉的話是可以 就是 除外他一張卡 看我要我要減索為先 還是 除外為先 像是覺得 除外的話有點太久 我先減索為先好了 那先不要除外他三張 先除外一張 對 這裡先除外一張嘛 然後可以出這一次攻擊表示 好 這時候再反轉召喚 這樣就可以減索了 減索個 我看一下喔 這個是打點 簡單單 這個是 嗯 這個是我婆 嗯 先減索個 好吧 然後呢 可以發動他的效果 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 然後打過去 其實是ok的 對 因為我相信也沒有後台 這隻還是有點棘手 所以先把它蓋起來 嗯 蓋起來 好 那蓋起來然後怎麼辦呢 就是 可以做一個操量 對 這裡可以做一個操量 就是做本家操量吧 本家操量呢 可以把它炸掉 不過他那個 那一隻還是有點小尷尬 就是 那個 該死的面罩 不過面罩的話 沒關係 就是 看著辦 不過他好像要離開了 欸 兄弟我還在解說 唉唷 沒關係 我覺得我剛剛解說的很到位 就是如果 我剛剛有解說到就是 先反轉召喚哪一次 如果我是先 反轉那個殭屍馬 我就不能間鎖 然後我再通招魔女 那這時候我再反轉 反轉中間的那個 骷髏頭 就可以出外散場 對 真的越玩越熟欸 跟剛開始玩 比起來 還真的是進步了不少 大一打 應該還是可以當作解決定 好 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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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快吃 快去 這次是你 這次是你真正的罩 這次是我 走路 啊 正面反面 你們猜 我的命運就交給你們了 喔 等一下 教人說話 嗯 啊沒有 坦太大的 通討了 啊 正喔 第一個是正 好啊 來 欸 猜對了 謝謝 你小尷尬這惡心 這你真的是有點小尷尬 不過我像是超亮打過去 啊 算了 就打過去吧 惡心有點小尷尬 來 鬼祭 二年前的卡組 嗯 嗯 來 還是召蓋 呵呵呵 這很強喔 哇 他這很可愛 等一下看會不會抽到魔女 直接把你強制蓋起來 嘿嘿 你自己魔女 欸 沒有抽到 不過沒有關係 他也是沒了 嘿 嗯 這反正召喚沒有效果 好 打過去 一百 一百 啊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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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許 我 不許 我 你會死 我會死 散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